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 尽管和病毒共存的概念早已经成为常态 但是面对确诊病例再度节节攀升 民众不免还是感到担忧 本台采访团队今天走访吉隆坡市中心发现 民间希望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防疫行动 但是走过四年的疫情 大家也直言防疫还是必须靠自己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从一开始的惊慌无措到迈入后疫情时代 大部分民众如今已接受核病毒共存 当初每一天必须打开的手机应用程式 Maisajatra以及每一天查看确诊病例的习惯 在一些民众看来都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过去的几个星期里 我国确诊病例却大幅度增加 上个星期我国就通报了2万0696宗病例 预计还会继续上升 突然回温的疫情也让民众感到担忧 有种过六七次就很危险 一出门就想要很危险 就太多人种了 无论去到哪里都是会怕 都会怕就戴多点口罩要戴口罩出门 还是多多少少会害怕 因为其实我的学校最近也是蛮多老师 蛮多学生也是开始种了 就确诊也是会害怕吧 一份非正式的民调显示 国人当中有大约60%的人 曾经感染新冠肺炎 不过也有民众属于例外 他们分享自己的防疫经验之余 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行动 鼓励人们注重防疫 我还没得到COVID之前 我只不去外出的房子 我感觉如果我不需要外出 我不能外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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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买了食物 然后回来 我只是买了 我只是买了 我已经看到数字 之前 和在公司的抗议 政府担任务 政府担任务 我们的状况 但我认为它是在控制现在 无论如何 政府寄出严格的防疫政策固然重要 但民众认为要战胜病毒 还需要靠自己 否则任何规定只会沦为空谈 疫情期间重创经济 许多民众也不愿意再回到行动管制令时期 不过或许我国政府可以仿效邻国新加坡 继续更新每日确诊数据 以警惕民众 早日摆脱新冠疫情 人人有责 马新社电视实习记者余佳希采访报道